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的時間是八點 那今天雨瑟想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我在脸书上所讲的 就是无极老母关于点灯的这个部分 那相信呢许多的朋友一定会感到很好奇 因为自从在上个礼拜开始开放点灯 那其实非常的踊跃 那点灯的非常非常多 这个有点超乎我意料之外 那在前两天我分享了一些关于点灯的一些看法之后呢 今天就涌进更多想要换灯的人 那就发现说其实很多人对于点灯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清楚 那还有关于续命、灵气、灵脉、灵感跟福报 这五盏灯应该怎么点 那我应该怎么来选择 我觉得有很多人也是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听到那个苏先生给我的传来告诉我说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之后呢 所以我就赶快想说那我就赶快来开个直播 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 那关于点灯的一些疑问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就是不是很清楚说那个点灯的部分 那一开始时候我想要先回答一些人的疑问 就是 好我先回答 有一位脸书朋友上面的留言 他说呢 雨色跟小编好 我有疑问 他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 因为你所用的字眼其实还蛮佛教的 就是正念 持经 就是蛮佛教的 那我觉得 如果你有在接触佛教 其实你有没有走灵修 那并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佛教的教义跟佛教的戒律 还有佛教的修持 也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信跟信心 那如果你对佛教不是这么的清楚 你接触了灵修 那你在灵修的主族上面 你想要加入佛教的修持在这个里面 那么我会反而会建议你是 你对于佛教的修持 你可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 那他到底的意涵是什么 比如说你提到就是修持正念 那什么叫正念 正念来自于八正道之一 那正念不是正确的观念 正念叫Satima 那正念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没有看超过五本以上关于正念的书 那么我觉得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什么叫正念 就是你现在问的问题的这个脸书朋友 你已经在上面了 那我刚好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说你在修持正念 那如果你没有看超过关于佛教的五本正念 正念饮食啊 正念的打坐啦 正念的四五亮星啊 这些你都不是那么的清楚 或者是像最近很多一行常识出了很多的正念的书 你都没有涉略 那代表是其实你不是很清楚什么叫正念 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什么叫正念 你就没有办法把正念的这个字眼 跟正念的东西用在灵修里面 那就还是两码字的事情 就是我认为它只是正确的观念 那但是你却不了解什么叫正念 像你提到这个你有词经吗 那词经的意涵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词经 那其实我想讲就是灵修没有词经这一档事情 就是你词不词经 你词不词咒 其实跟灵修的经济是两码字的事情 是没有瓜葛的 那你刚刚提到的是 怎么经济信心这个部分 那所以因为你的问题很广泛 就是我说广泛就是它没有聚焦 那再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你起灵 你的修行是怎么样来修 你如果是自己摸索 我觉得灵修这条路对你的眼 它还是很漫长 你可能还摸不到边际 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是 无警起灵之后 除了自行警惕修持正念之外 还有词经 怎么来经济自己的信心这个部分 我会觉得你可能要先了解 灵修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你起灵了 你没有老师带 你没有清静的道场 我觉得这个可能 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 就是灵修我的看法就是 千万不要自己摸索 就是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 就是他的灵修就是没有老师 那他跟我一样 于是我的灵修跟你一样 就是我是在家自修 我不清楚在家自修是不是比较高尚 但是我觉得在家自修 他有他的盲点跟危险的地方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 我跟我的灵修大哥 我跟了三年以上 我跟他非常非常的亲近 那我三年以上 我一直都有人在督促我 我不是三天捕鱼 五天晒网 不是很精进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 我会想要请你去回答 你自问自己说 你真的想走灵修吗 那如果你是 那你请你一定要用心 去找到一个适合的道场或老师 灵修没有办法自己摸索 真的没有办法哦 那如果你有在接触佛教 那请你深入于佛教的修持 佛教的经典要看 那南从佛教的经典都要去看 那个设略非常大 那你问的问题 我只能这样回答你 就是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灵修跟佛教的修持是什么 所以你问了怎么精进信心 我觉得这个是 很难去连结在一起的哦 因缘来的时候呢 领取的无形物 如何在生活当中应用跟发挥哦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哦 就是 当如果一个人的元神 他是完全的苏醒的 那当他在灵动会灵的时候呢 他接到的无形宝 那这个无形宝 他所代表的意涵 其实他不需要问老师 他在当下他一定会知道 这个是一定会知道的 那很多人就是 是老师说 啊你叫到什么报 你接到什么报 你接到什么灵 那这个都是盲从的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感触 不是你自己的感觉哦 不是你自己 我就是真的知道 那元神觉醒是 他在灵的时候 他一定知道 你不需要问我哦 比如说你可能灵到金珠 你可能灵到是浮沉 你可能灵到是披风 那这些东西 你在灵的当下 你一定会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在事后的做功课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灵动 或是你请示神明 或是在写天文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会写 就会说 那如果你的疑问是这个 我会建议你把我的两本书 我在人间与灵界对话 跟我在人间事件部 把它看完 还有去年所出版的 我在人间的灵秀迷藏 把它看完哦 因为你问的问题 代表是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看过我的书 因为你问的问题 在这三本书当中 其实我用我的 亲身故事来回答了 就是我建议你去把那本书看完 这三本书把它看完 小龙说 你有报名 尝尝续命灯 因为这五个月来一直在跑诊所 找病因 那目前治疗当中 祈福心更安定 自己能更有力量 好好加油 有时候总觉得 元神很不安稳 好 那我先 你的留言 我先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元神 那到底什么是元神呢 我们从道家的理论 大家比较切入的就是 精气神 那你觉得元神很不安 我就代表是你内心有很多的恐惧跟不安 还有就是你的心思不宁 无法专注 这是比较大家可以比较可以理解的 那这个部分会需 呃 必须要从定课来修持它 所有的定课就是你有打坐啦 或者是阅读啦 或者是坐瑜伽 或者是上步 就是每天的定课 它是一种收射的方法 那元神不安宁 其实代表是你对自己的心 对自己的未来 对你的旁人 或者是你的家人你有很多的恐惧跟不安 或者是你对自己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元神不安宁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正念的力量太小了 正念的力量太小 那这个都是必须要培养正 正 正 正剑 就是正直剑来 断除的 正直剑的意思是说 什么叫命运 什么叫修持 什么叫改运 这些都有 从其实从佛教当中 或是从灵修当中 都可以找到答案 那如果你对这些的见解 你有自己的看法了 或是你已经慢慢梳理起 一个比较 可以带领你生命 解脱苦难的一些观念 你的这个元神就会比较安定下来了 所以我讲的元神不是那个灵格的那个元神 我在讲的是精气神的那个神的部分 那 小楼你说 你有报名长寿续命灯 因为我知道你是 你是谁吗 那 我应该是知道你是谁了 因为我应该是 就我们有见过几次面的状况 就是我觉得你的精神状况跟睡眠状况 并不是这么好 还有你的代谢 还有你的生活 你有很多的焦虑跟不安的地方 这是我看过你几次 我一直想跟你说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克服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 可能要培养真正的正直见 还有运动 还有就是饮食的习惯 非常非常重要 我自己分享好了 就是 虽然很多人会认为说 雨色你可能已经在走灵修啦 你在教瑜伽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其实我每天都很忙 我每天很多事情要做 那其实我一直把养生的观念都放在我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可能11点半11点前我就会上床睡觉 那我上床睡觉之前 我不会就是一直烦恼 我会看我会看书 我会听音乐 然后我会听一些有声书 然后把心静下来 那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漱口 那我一定会喝小树打水 或者是喝美 然后接着就是要打坐 打坐每天都是打坐一个小时以上 然后打完坐之后 开始练瑜伽 靈动训题 其实每天都在做一样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是说只有空口 在跟大家谈论这些没有东西 是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那个精进不可以断掉 所以我想要跟小柔讲就是 如果你的身体不好 那请你一定要每天要很用力 很用力就是说 每天要很精进 让自己身体很健康 那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课 比如说今天起床 今天去散步 今天像我自己就是 我早上可能十点多 我就会去晒太阳 我一定会让自己晒十五分钟左右 那或者是傍晚 大概傍晚大概三四点的时候 我就会晒太阳 或者是我一定会去做瑜伽 或者是练呼吸法 或者是灵动训题 所以我想讲就是 我虽然在教瑜伽 我在带领修 但是其实我每天的功课 其实很多的 我没有很多烦恼 因为我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想跟小柔讲就是说 如果你点了长寿序序命灯 那非常棒 那记得一定要让自己更精进一点 这是给你的祝福跟建议那样子 大家都知道点灯 那每次的每一年的过年除夕 还有是每家的佛事 或者是现在宫坛很多人都在点灯 那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 点灯应该是佛教的东西 其实点灯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 可能大家不知道 点灯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 再上去的 现在是叫印度教 就是普罗门教 那这更早之前 其实还有所谓的拜火教 就是显教 那这个历史非常悠久 至少已经超过两三千年以上 那点灯 据我所知道 在北印度 其实还有一个种族 叫做伊利安人 伊利安其实是印度人 但是他的皮肤比较白一点 那如果你有去过印度 会发现说 南印度的人 他们比较黑 那北印度的人 他们比较白 比较北印度的人 比较偏向于是尼泊尔跟中国 所以他们皮肤比较白 那佛陀其实就是伊利安人 就是北印度人 所以他皮肤是比较白一点点的 那伊利安人 其实他们已经有传了 所谓的拜火教 在当时的里面的 那拜火教其实听起来很可怕 其实所谓的拜火教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萨满 有一点点类似萨满 那这个拜火教一直流传到现在 你说你到尼泊尔 你到印度 你到甚至这个资脉 流传到了西藏去的密宗 其实都还有拜火的仪式出现 那这个拜火仪式 后来在唐朝更早期的时间的时候 他传到了我们中国去 所以开始有这些点灯的仪式 所以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信仰当中 其实是没有点灯的 是没有点灯这个仪式 所以如果你翻开一些中国的经典来看 道德经啊 情境经或者是其他的更早期的一些道教的 道家的经典来说的话 是没有点灯的这个仪式的 那这个拜火教为什么他会叫拜火教 当然是一部分是因为他 就是火焰嘛 就是要拜火的关系 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 这个火焰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这个火焰它本身是 有个特殊性 它除了点光明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它是永远是向上的 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火焰你把它点燃之后 它的火焰火苗是向上的 当你把它反过来的时候 火焰是不是也向上对不对 对 这个火焰很特殊的地方 它永远是向上的 所以拜火教 这个拜火就在拜我们自己的本质 就是佛陀说讲那个佛性 或者是所谓的 本我 就是我们人很内在那个我那个部分 它的意思是说 人的灵魂 就是我们不管转世多少多少遍 其实就像火焰一样 它永远永远是不会灭的 而且是向上的 那跟我们的元神是一样的 它的意义来源是这样子 所以拜火除了是让自己希望光明之外 再一个部分就是希望我们的那个觉知 它永远不灭 我们那个觉知永远是向上的 跟火焰一样 你不管你怎么样颠倒 它永远是向上的 这个就是拜火教 它一直以来的那个精神所在 那就我所知道在北印度当中 其实还有流传两千多年的火焰 是没有灭掉的 但是我已经忘记是哪间寺庙 就是它一直流传两三千年 那个火是没有灭掉的 就算他们可能换了寺庙 换了其他的地方 那个火苗它依然是不灭的 所以后来它拜火教结合的宗教 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不灭 希望不灭 让我们的这个觉知不灭 也就是佛陀讲的这个佛性 不灭 点灯 其实在某个部分 其实在点我们内在的精神 在点我们自己的希望 所以后来这个点灯 其实你至于看全世界都在点灯 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 他们都有点灯的仪式 所以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 不是只有中国 不是只有印度 那当然取之于是火本身 它有驱逐黑暗恐惧邪恶的这些隐含在里面 好我来谈一谈 比较科学的这个层面 那大家都在点灯 那其实呢 从老厂的这个理论 科学的老厂的理论 这个比较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两个分子 分子它有两个 那不管它的距离有多远 它们两个是会互相影响的 这是科学上有去实证出来的 我忘记它叫分子理论 还是叫老厂 应该是叫老厂 我有点忘记它的理论了 它的意思是说 A A的这个东西 它可能产生一些变化 它可能隔了很多道墙 或者是很多很远很远的距离 但是B跟A 它如果是相连接在一起的 不管它距离有多远 B会跟着改变 那这个论点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我们用祈祷来说好了 就是 我跟我的妈妈 我们虽然是不同的个体 但是我们的血脉是相连的 那透过血脉的相连 我的祈祷会影响到 透过这条血脉影响到我的妈妈 影响到我想要去祝福的人 量子 那个建成说是量子 对 那这个就是量子力学的论点 那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 那比如说像 不管是点灯啊 祝福啊 烧香啊 或者是大家所常常说的 就是我想跟神明沟通这些东西 其实论点都一样 就是我的A可以影响到B B影响到A 其实都是在那个量子当中是可以 可以取决到的 所以点灯 其实在某个部分就是 你在影响某一个人 或是在影响一个 你想要去影响的那个人 是可以的 但是它取决有两个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A要影响B 那问题是 A它本身要够有力量 可以改变 如果A本身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它是没有办法改变B的 也就是 A自己本身它都没办法顾及自己了 那B绝对没办法被改变 这是它的论点 所以呢 点灯的目的就是 虽然我可能在点某个东西 我先要祝福它 但是问题是 你要有力量 你的力量要够强大 那你的祝福的力量 才能够被放大 这个论点大家都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点一盏灯 我希望能够让自己 假设 我希望让自己更有钱 那你的论点说 那我能够有钱吗 不 你只是行为上你想有钱 重点是 你的意念够强大吗 还是你只是点了灯 但是你并没有去祝福它 这是一个重点的 就是当你点灯的当下 你有让自己更有力量呢 其实这个又回到有一点点接近量子力学里面所谈论到的细腻法则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前 我们所谓的 现在不是有所谓的 犯态税吗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个犯态税 有正充跟偏充 其实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呢 犯态税跟偏充是可以在家里来做的 在三十几年前跟二十几年前 在农民里的后面都还有犯态税的那个纸 就农民里打开它又一张红纸 那你可以把它剪下来呢 贴在你们家的就是佛堂啦 或者是像早期是贴在那个厨房 以前如果家里可以烧柴厨房 因为你在烧的时候你会顺便拜 所以犯态税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可以在家里做的 包含所谓的太岁灯啊 或是什么祈福灯光明灯 其实都是可以在家里做的 就是你自己可以做 但是呢重点是不是每一个 我刚刚提到那个理论嘛 就是量子纠缠理论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 你都有这么多的定力 跟你的力量可以去影响这些东西 所以呢你可能就比较相信说 我可能去佛事点灯 那些出家人他们每天都吃素 精进打坐念经 他的力量比我强大 那我最近几年来 你们在农民历上面已经看不到 有人在在做那种 就是太岁灯的那种纸 已经看不到了 几乎我们都已经习惯去寺庙来做这些事情了 那所以呢点灯有没有力量 有的点灯是相当有力量的 重点是点灯的这个人你有力量吗 点灯的这个人你本身是有力量的吗 如果你自己本身你都 你比如说我自己病奄奄的 然后我想为自己点一个 我希望让我自己身体健康 你就有可能吗 当然是有可能 不是在于是你的身体 是在于你的信念 你强不强大 比如说我真的想让自己身体健康 而且呢我每天都身体力行 能够让自己身体非常的健康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当你点灯的时候 你点了灯的这个A 它就影响那个B 那B是谁 其实就是你自己 那B的 B所代表不只是你自己 也代表是你的灵魂 也代表是你的身体 所以呢讲回来就是点灯 它有的 它是真的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像我自己我是 我已经很多很多年 我都没有去佛室点灯 自从走灵修之后 我都是每天在家里帮自己点灯 逢年过节呢 我一定从除夕晚上开始点灯 到初五 有时候到十五 我都每天帮自己点灯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信仰 其实点不点灯都不是重点 如果你自己本身力量够强大的话 在上个礼拜呢 我邀请楼博士 就是讲信息场的楼博士来谈 那其实他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跟着老师 或者说你做这种教育事 有没有效果 其实来自于是主事者本身 你有没有力量 你有没有很纯净的心 你有没有自己很强大的力量 那么你所做的仪式 它本身就是有力量的 那我相信我自己很有力量 因为我每天都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每天花多的时间 在做哪些事情 我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 那再加上是我是做灵修的 我相信我的力量足以改变我自己 那这个就是心很有力量的人会做的事情 那回过头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力量 那么你可以透过点灯 来让自己的心更安定之外 也会让自己想要的东西是更有力量的 我先回答一下那个林白的问题 你说邱老师进的方法有很多 请问老师你是否有安定 稳定情绪的方法呢 我先回答林白这个问题就是 以后尽量叫我语射 因为不要叫我老师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成为老师 所以在我的脸书 在我部落格 在我书当中 我不会自成老师 那我应该也没有见过你 我也没有教你东西 所以也不需要叫我老师 教育射就可以了 是否有安定情绪的方法 有啦 就是我一直在我的书里面 我有写 其实在八年前 是七年前的时候呢 我开始接触南传佛教 那为什么会接触南传佛教 当然有部分是因为天命的关系 就是很自然的因缘 就接触到这个部分 那六个部分就是 我发现灵修里面有很多的空白 是没有办法补强的 所以我必须要从别的地方去补强灵修里面 他没有谈到 但是他已经存在的一些事实 比如说在公坛里面呢 大家都说要打坐 打坐可以增加你的灵感力 这是大家在公坛里面常常听到的 所以公坛里面去看 就是大家都在打坐 但是谈到打坐这个部分来讲 他的技巧跟方法 在公坛里面你是绝对学不到的 到底要怎么打坐 大部分人都说你是放空就好了 他就是说 你就是不要说话 常常坐在那儿就好了 其实他是没有方法的 那我以前在走灵修的时候 我的灵修大哥 他也没有告诉我打坐方法 所以代表是灵修里面 有很多事情他已经在做了 但是他没有方法跟技巧 所以我必须要从其他的地方来截取 汉双佛教呢 其实也比较少去谈到打坐 只有法谷山有谈到打坐 那其他的佛教呢 几乎都在讲是人间菩萨 或者是在讲公义这个部分 或者讲放生这个部分 那跟打坐的关系是更遥远的 所以呢 我后来才找到是 从南床佛教里面 你是可以去找到打坐的方法 后来我在我书里面 第一本书 我在人间的灵界是 我在灵界与灵界对话 这本书当中就提到 我后来接轨到南床佛教 那我从南床佛教里面呢 去看到很多关于打坐的技巧 有兴趣可以去看情境道论 或者是正念之道 反正那个帕奥禅师 或者是阿将查 都在讲打坐的技巧 跟打坐如何结合生活的修行跟禅修 那这个这一条的脉 对我的灵修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呢有人说灵修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说 余瑟你的灵修 但是为什么你都是在接触南床佛教 这个论点是错的 不是我接触南床佛教 是因为灵修里面很多的东西 它是空白的 所以我必须要从别的地方 去把它补抢回来 就好像我们在做研究 我们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你研究东西 如果它有一个空白 你必须要从别的理论 去找到其他的 可以支撑你的论点东西 把它补抢回来 这是做研究必须要的过程 那所以你刚问我说 有没有静坐方法可以安定情绪呢 有就是安班念 就是出入息的呼吸方法 就是关呼吸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来上我们的供修 就是每个月的供修 不管是普门品的供修 或是我自己带的安班念的供修 都有教打坐 或者是你可以去法谷山 或者是你可以去内观中心 还有各个南床佛教 都有在教安班念的呼吸方法 那其实所谓的稳定情绪 其实只要所缘就好了 那这个可能要花点时间去研究它啦 就是技巧很多 那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欢的 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 你要下苦心 我每天打坐时间大概都是一个小时 那像我今天打坐就是一个小时20分 我一打以上坐到下坐其实很快 就是我没有去想这个时间点 但是当我下坐的时候 其实一个小时过去了 那其实打坐一个小时 对很多人讲觉得很不可思议 其实还有打坐比我更久的 那打坐怎么跟生活结合 打坐怎么化解负面的情绪跟压力 打坐怎么让心更安定 我觉得这些就是要靠体悟而来的 就是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灵修派的点灯哦 每一场的灵修派的仪式呢 一定是母娘她传下来的 如果我今天是拜姚斯基姆 我今天是拜老母娘 我今天是拜观音 那这些点灯的方法 或是仪式一定是生命她说的 那她说的一定有她的意涵跟用意 我举例来讲好了 比如说在姚斯基姆的那一场里面 姚斯基姆她就有特别的去指示 就是她开光的那天只要有人来 那你必须要给她结一个 那个机箱源 那机箱绳 那这是母娘指示的 那至于 至于这个 这个绳子 她的力量在哪里 自然是母娘她有办法 她自己传下来的 所以那天 要是基姆开光的时候呢 我在帮每一个人结机箱绳的时候呢 母娘会透过我来告诉 来参加的人 你应该注意的功课是什么 或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母娘她会说的 那这是同时在结的过程当中 母娘会透过我来讲一些咒语 会念一些咒语 那 这个是灵机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当她做的那个当下 她是可以跟神明结合在一起的 好重点就是 那如果咒词金母开光那一天 错过了 我隔天再做 有没有办法 其实 有办法 但是那已经不是母娘的意思 那是我个人的意思 所以在咒词金母过之后呢 我可能会点 我可能会帮她 小朋友 点结 吉祥神 那个就是等于是我自己的愿力了 我自己的愿力 跟我自己能力给她的 跟母娘没有关系 事后有很多人说 她当天接到母娘的灵器 然后母娘要她结吉祥神等等 很多这种说法传出来 那是你自己动念的 还是 事实上母娘给你的 那个可能绝大部分是你自己动念的 因为母娘竟然当时已经指示 她只有在开光的那一天晚上 给予吉祥神 怎么会之后又给别人呢 所以 所以灵修当中有很多 可说可不说的啦 就是 不可说的秘密 或是很多那种隐含在里面是 老实讲 外人 如果我不说 其实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所以包含 不管 我记得还有一次是 姚词基姆圣诞的时候 他特别是去年吧 他特别只是说 要准备77颗兽桃 那后来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确实 远距加现场就有77个人来报名 他的意涵是什么 我没办法回答 但他一定有他的意思存在 所以这是灵修派很奥妙的地方 他有他很殊胜跟很神秘的地方 甚至我自己走灵修20年 我已经施波级的年纪 我走灵修20年 我在每一场的灵修参与当中 我都经验到 我自己都看到经验到很多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那也只有在参与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或是我才看到 或是我才经历到 平常我是没有这种感应的 所以我想跟现在直播有将近50个人在听 我想跟你们讲 不要把灵修看得太厉害 我们不管你走灵修多少年 其实有时候当神明没有跟你讯息跟答案 或是你没有办法跟神明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是个凡人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说 余瑟你如何又如何很厉害 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就像很多人说余瑟你可以点灵认主吗 你可以告诉我的主神是谁吗 等等之类的 我必须要说就是 如果在参与当中 如果你有办法灵修 那我有接到 我一定百分之两百 我一定是肯定知道的 但是在离开这个场所 如果没有生命指示之下 其实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主神是谁 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灵脉是谁 所以这是灵修人或是一般 民间信仰当中最盲宠的地方 就是以为我们在看电影一样 可以看到所有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只有在神明指示 神明降下来或者是因缘成熟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这么多的讯息 所以我常讲就是 其实 参与是灵机修行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 如果你有办法在 参与的过程中 你有办法灵动 你可以接到神明的灵气 那个跟你在外面会灵的答案 跟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也没办法灵动 你自己都没办法感应 你都没办法讯体 那就算你在外面灵动 你也不会有答案的 你不会有感觉的 就是这个是我想讲的 所以不要小看灵修场的倡议 因为我已经举办过好几好几场了 我看过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我面前发生 五姐老母娘说讲这个 五姐老母娘说讲这个 关于点灯这个部分 好 五姐老母娘她是这么说的 她是说 她不是 让人家可以求 求财富 求富贵 求事业 求婚姻 她不做这些事情 她是来度零子 就是每一个人的最原始最本质那个原神 那她今天降这五个灯 是她自己是老母娘指示的 训命、灵气、灵脉、灵感、福报 那这五个灯当中呢 她怎么说呢 她就说 这五个灯 你仔细去看 其实就是灵修人她最想要的东西 灵修人 当然如果说我不是灵修人 你去看这五个灯 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 或许你会说 我想要财富 我想要房子 我想要车子 我想要姻缘 这些都不是老母娘负责的 你应该去拜财神爷 你应该去拜其他生命 老母娘她不负责 我们灵修派是 没有在 谈论这些的 因为那是民间信仰的东西 修行东西是谈论这个的 续命 续命老母娘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很想让自己身体健康 但是呢 你一直没有办法找到门路 或者是你一直觉得说 我好像一直生病 或者是我一直在找一些 药 或者是看一些医生 我都没有办法让自己身体更健康 那某时候那你应该要点 续命灯 续命灯 不是指让你长寿而已 是能够让你找到 可以让自己 养生立命 安顿其身的一个方法 所以点灯 你不要想说我想要什么 你应该换个角度讲是 我想要在哪个地方精进 而我找不到答案 我希望点这个灯 可以让我在这方面更加精进 这是点五级老母娘 这次所讲的意义是这个 你想要在哪个地方精进 而你找不到答案 所以点灯 是让你在那个地方 能够更加精进的意思 所以续命的意思是指 我点了这个灯 我可以自己找到 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 能够让自己能够养生 能够学会自己属于我自己的养生方法 所以如果你是选择续命的人 请记得你的要点就是 我希望我的意识成改变 我希望我对养生 对于健康 对于长寿 对属于我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方法 我有不同的看法跟观点 这个就是点长寿续命的重点 好 那我再讲一个 五级老母娘讲的一句话 她讲的意思是什么 她说呢 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是在那个意识当中 转换而成的 什么叫意识当中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的那个经验就是 我很想要去一个答案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 但是我可能看到某一本书 看到网路上或是脸书上说起了某一句话 我突然醒悟了 啊这个就是我要的 这是什么东西在改变 是你意识成在改变 那当你意识成在改变的时候 你的看法就改变了 你的看法改变的时候 你的观点就改变了 举例来说好了 我在很多年前我一直在吃素 我的前老板正是在网品工作 那我吃素 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吃素了 我吃素二十年了 二十年 其实非常非常长 那我对于吃素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执着 因为这是我安生立命的方法 就是我觉得吃素是修行的 应该做的事情 小学四年级 在我的书当中 我讲到一个故事 就是我问的母娘是 当我去网品工作时候 我必须吃荷 因为我吃菜 我需要吃荷 我要吃牛肉 吃羊肉 吃猪肉 吃猪肉 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但是这是我的职业 我该怎么办 那老母娘她 母娘她讲了一句话 她告诉我说 你可以把你的重点放在那个两寸舌头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选择吃肉之后 你后面所学习的 绝对比你吃素所得到的更多 是你想象不到的 这个不是语言 这是在当下 雕石基姆她给我的一个 一个意识层的改变 当这个意识层一改变的时候 我当然就选择吃荷 因为我想要吃荷之后 我想得到的东西是更多的 我说更多不是说钱财 是指那个后面的学习 跟生命的历程跟转换 那是我想要知道的 后来我当然选择吃荷之后 我在王品做到了企划主任 我经历很多很多事情 这些东西到现在 对我讲都非常重要 我会写文案 我会做设计 我会品牌设计 我有很多的艺术的观点 这个都是之前在王品里面所训练出来 一辈子忘不了的能力跟技巧 如果我当时坚持吃荷这件事情 我相信我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当时重点不在于吃荷跟吃荷 重点是母娘讲的那句话就是 你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那两寸石头上面呢 好,这个就是意识层的转换了 我在灵动当中也是 当我在灵动的时候 我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个都是意识层的改变 所以点灯 其实在某个部分 就是改变你的意识层 所以 像我已经很多年 我没有吃药了 那我只要感冒 我一定靠自己 我一定靠自己 运动 灵动 或者是泡澡 我会用很多方法 让我自己赶快 康复起来 这是我意识层的改变 我相信我可以不用健保卡 也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健康 这个就是意识层的改变 灵气 灵气是什么 在这五盏灯当中 其实有两盏灯呢 其实是比较适合灵修人来点的 一个是灵气 一个是灵脉 那续命 灵感跟福报 其实比较适合是一般普罗大众 如果你没有左灵修的人 其实你比较适合是点续命 灵感跟福报 你比较不见你点灵气跟灵脉 好 好 我们来谈谈灵气跟灵脉 在灵动当中 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到神秘所降的灵气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点了这个灵气 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在训体跟灵动过程当中 我更加的寥寥分明 灵气 或者是我该怎么接到这个灵气 或者是我在接灵气这个部分 我可以有所精进 这是点灵气灯的重点 如果你本身不是左灵修的 你只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 你应该是点长寿训命灯 而不是点灵气 灵气比较适合是给灵修人来点的 那灵气这个部分就是 如果你要接到这个灵气 这是一个重点 如果你是在走灵修人要注意听 如果你是点灵气的人 要知道要接到灵气就是 你自己本身的中脉要通 你的气要够胜 如果你的中脉不同气不胜 你是没有办法接到灵气的 这也是一个重点 好你就把想像是 上往下跑 下往上跑 你要接到灵气 灵气从上面降下来 他要降下来 他一定 我刚刚讲到那个量子缠绕理论 A跟B的论点 你要接到这个灵气 是你自己本身灵气就要很足 如果你的灵气本身不足 你怎么去接到这个灵气呢 你要想像看 邀石基姆是这么的无极遥远的神明 他可能不 他不是在地球 你要从这么远的地方 把母灵气把他接到你身上来 你要用更大的力量 才能够把他接引下来 所以 很多人他没办法接到神明的灵气 或者他在灵修的时候只能转圈圈 他只能在那边打拳 他没办法接到灵气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气 他没有往上冲的关系 所以 如果你点的是灵气这张灯 请记得 你的要点是 因为你一直没办法接到灵气 所以我才点这个灵气灯 那灵气灯如果 接没办法通的人呢 你就不用去点灵脉了 因为他是相对应的 也就是 那你要接到灵脉 你必须要接灵气啊 你能够接到灵气 你可以接到诸天仙佛的灵气 你才能够接到属于你自己的灵脉嘛 那所以他是相对应的嘛 如果你的灵气都没办法通 你怎么接灵脉呢 灵脉就是属于你的那支灵脉 每一个人大部分只有一条灵脉 不会有很多很多条 那当然有时候会有其他的 但是那个都是 另外一个议题了 所以 刚才 你问我说他有没有 顺序 有啦 就是灵气跟灵脉 如果你对灵气 你完全没办法接到的 那你就不用去点灵脉灯了 因为那个对你帮助性不大 你应该是先点灵气 那如果 在听的这些四十九五十个人 你们都不是走灵修的 那你们不用去点灵气灵脉 你们就点福报灵感 跟虚命就好了 这个对你们是比较实际的 我在讲点灵的目的不是我想要什么 点灵目的是我想要在哪个地方 我能够更有感应 或者是我希望在这部分 我能够更精进 我希望在这边能够有所了解 这是老母娘她传下的这个点灵 好 再一个就是灵感 这个灵感的东西就是感应 那感应我在我的文章中是写说 一个人的原神如果觉醒了 她的感应能力一定非常好 但是她的感应能力非常好 不代表她的原神觉醒 这句话是事实 但是并不是老母娘她的意思 老母娘不是说你原神觉醒了 你就不用点灵感灯 她只是举一个例子 她的举一个例子是说 如果你希望对很多事情有所感触 那么你应该去点一个灵感灯 比如说有些人她听很多课程 她看很多书 或是在生命当中她觉得说 好像我好像一直都很茫然 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或者是一直觉得说好像我想找一个老师 或者是说我觉得 我像有些人就是她可能学什么很快 或者她走灵秀的时候她特别的精进之外 她很聪明 她可以一点就通 而且她的感知能力非常强 那如果你都觉得你自己这部分比较弱 那么你应该去点的是灵感灯 因为这个可以增加你的灵感 所以灵感就是感知能力 你的感知能力强了 你对很多事情你会有感觉 好 那所以呢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我看过 我亲眼看过有人在我面前灵动 我看到她身上的气 已经从她的海底轮 慢慢的跑到她的横隔膜往上跑了 我问她说 你自己有感觉你气在往上冲吗 她说我没有感觉 我说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很明显啊 她说她没有感觉 好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很多人呢 来找我问世 他们都想知道说 于是你可以叫我的主神是谁吗 我的元神是什么 我的元神是什么 很多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元神是什么 好 目前现在有54个人 我想告诉你 真正的老师他绝对没有办法 第一眼就看到你的元神是什么 如果他有办法说 那他一定是骗你的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元神是什么 你必须要先彰显出来 他才能够告诉你 还有就是主神 他才有办法决定 也就是神明 他才有办法知道你的主神是什么 如果你不信 你去跑一般的公坛 像季公啊 三太子啊 妈祖啊 一般的王爷 你去问他你主神是什么 他们通通所说答案都是不一样 知道我书里面就有讲了 原因是你去看书 我就有讲的答案了 他们没办法知道 如果你没有办法透过你的灵气 把你的元神彰显出来 任何人是看不到的 那我在上个月 上上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从花莲专程坐车子来找我 那他在问我的 问他元神 我就坦白跟他讲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元神是什么 我没办法告诉你天命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看到 木亮他也没有说 后来他在我面前灵动 他在我面前灵动 我看他气往上冲之后 我告诉他 他的元神是什么 我告诉他 他的天命是什么 我告诉他 你这辈子的功课是什么 在当下 我马上可以知道 所有所有的一切 因为他灵动了 他一灵动 他所有的秘密 他的元神 透过他的灵气带动之下 他硕信 我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这个人 他没有办法灵动 他完全没有灵动呢 那么 我没办法知道 任何人所有办法 他一定是骗你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就像一股气 他必须往上冲 但他冲出去的时候 我跟元神 我的气跟气会相戒的时候 我自然就知道他的主神是谁 他的元神是什么 但是他必须要会灵动 如果你连灵动都不会了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的主神是谁 或者你的 好重点是 当我问他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他都没有感觉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我说 那我告诉你这些的心性 个性 你有什么遗物吗 他说没有 他说 你所说的都是事实 因为我把他 连小时候的事情 我都把他讲出来了 我说这个没有什么 因为我走灵修 已经20年了 因为 我的灵修学员 他们每一年来参加 包含今年的五几老母娘 他们这几个人 在我面前灵动 他们只要一灵动 很多事情 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在心性部分 所以他们的主神是谁 他们灵脉是什么 其实都很容易知道 但是他重点是他灵动 所以 对于这样的人 他对在灵动过程 他都没有感知能力 他都没有感觉的人 那么 我会建议 应该去点灵感灯 福报 不是你点了 他就有福报 不可能你花688块钱 你点了就有福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福报的意思是说 当我点了这个福报灯 当你心安住之后呢 你会尽量的让自己的处于 所做每件事情呢 不会行恶业 你不行恶业 你会止福报 而止福报 能够触发你应该发生的因缘 这是重点 如果因缘不成熟 很多时候你不要去强求他 因缘不成熟 那你做很多事情 他就会停滞 他没有办法去努力的 因缘成熟 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这是福报灯 所以还是回过头来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普罗大众 你没有在走灵修的 那你就点福报 序命跟灵感 因为灵感在生命当中 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其实灵感有点像是直觉 那如果你本身是在走灵修的 其实灵感灵气跟灵脉 这三盏灯呢 是应该要来点的 因为这个是对灵修很重要的 好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听 曾丽娜晚安 因为我没看过你留言过 晚安 很多人谈到就是 关于 原神觉醒 原神苏醒 我怎么知道我的原神有没有苏醒 我相信这是许多许多人都在好奇跟疑问的地方 太岁灯当然是点 但是犯太岁时候 就是每年一定有个犯太岁 太岁当头的时候 那个生肖还有偏充人要点的 那光明灯其实就是大家都可以点 所以像有些人他就会点太岁灯之外 他会再补点一个光明灯 光明灯就是让自己的前途可以光明 那所以几乎每个人都会点光明灯 那每一个人就是 就算你没有放太岁 你也会点光明灯 那现在有很多的庙 他有很多的明目出来 比如说文昌灯啊 钥匙灯 很多很多灯都有出来 那在我的书当中 我有讲到一个论点 就是说如果你的 如果他们的庙的主神 没有这个主神 就不会有这个灯 如果有那我觉得就不用去点他 比如说如果你是点的是文昌灯 但是庙里面没有文昌帝君 或是你点的是钥匙灯 但是你没有拜钥匙佛 那这个灯就没有用途了 那你说点灯有没有用呢 但我觉得还是回到那我前面一开始所说的就是 你点了灯 你都没有去 我书上面就有写 在我第一本书里面就有写 在我拜拜书里面就有写 我有出两本拜拜书 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说 那两本拜拜书都是在讲拜拜 其实不是 其实他在讲灵修的观念 如果你们都 有人没有看过那两本拜拜书的话 建议你去买来看 那两本拜拜书 其实讲的观念都跟灵修 特别的关系 还最后是里面谈很多民间信仰的观念 那其实我建议你去买来看 因为里面讲很清楚 重点就是你点了灯 这些灯他一定要有念经 一定要有持咒 那点灯不是在点电灯泡 就是他们有没有初一十五 请人家来念经送经的 这些都可以加强这个灯 那能量 那如果说你去点灯的地方 他都没有在念经持咒 那我觉得这个寺庙的灯 就不用去点 像我有遇过朋友告诉我说 他一定只点佛式的灯 他不点一般的寺庙 或是一般公坛的灯 因为他觉得寺庙跟公坛 他们没有在做功课 所以他不点这些灯 那他的论点我认同 就是点灯不是点的 然后神明就去保佑你 就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他需要 就像建成你刚提到 就是量子纠缠理论 就是他一定要发 那个发射器 就是我必须要持咒念经 然后我回向给谁 那那个念头要非常非常专注 在于在那个里面 那如果都没有 那这个点灯是没有用的 包含太岁灯也是 像摇石金木开光的时候 有五个人 就是有供养母娘 就是点灯 然后点母娘今生的那个塑造 这个灯的五个灯 那这五个人到今天 这五个人的那个 藏身入味牌还在我家 那我每天跟母娘拜的时候 我每天在跟母娘持咒念经 做功课的时候 他们灯就在那边 那这个就是相对应的 那如果我都没有做 那这个五个灯就没有用途了 那你说点太岁灯有用吗 我觉得 我还是回答那问题 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自己 有没有很努力 有没有很小心 那如果你每天都不努力 也不小心 那你放太岁 你点太岁灯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点灯是要 要自己要有所警惕的 那放太岁灯 放太岁那年运气据说 会很不好 有此一说吗 我觉得姑且信之 但是我更相信 就是如果你的农历的生日 是 你农历的生日是 逢九的 那你要特别小心一点 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的农历生日 是比如说你今年是29岁 39 或是49 或是逢七 七跟九 我觉得这个比犯太岁更危险一点 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我遇过这么多的个案当中 很奇怪 很多老年人脱不了酒 就是 虚税 逢九 必有灾害那样子 那如果说运势差的 虚税是逢七跟逢九都还蛮危险的 我的经验坛 这是我的经验坛 所以如果说 不管你有没有犯太岁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 农历虚税逢七跟逢九的 就要特别小心 灯手 灯手跟惠祖灯有什么不一样 灯手就是从早上九点的时候 我在布置糖厂进化的时候 我就自己要点的 所以目前像建成你点的 跟依燕还有其他朋友点的 我是由我亲自帮你们点 那点完之后 我会请老母娘 把灵气 把它降到这些主灯上面 这些灯手上面 所有的惠祖灯 就是其他的灯的人 你点六八八的人 你们来到现场 是直接去灯手那些灯 把母娘的灵气把它接下来 这就是灯手跟惠祖灯不一样的地方 那灯手会连续点两天 从第一天 三十号到三十一号 是不间断的 那因为我们是用输油点 所以晚上时候 会有一个灵修学员 固在教室里面 让五盏灯不灭掉 这是老母娘指示的 一直到活动结束之后的 晚上才熄灭掉 那所有灵修 其他的 惠祖灯的人 你们的灯 大概只会 六个小时左右 就是你早上点 我下午就灭掉了 那所以这是 两个灯不一样的地方 目前呢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长寿灯 就是续命灯还没有点 那我刚才有讲的 续命灯是给 就是身体健康的人 或者说 你目前有重症 家里有重症 有得癌症 或是说你觉得说 身体健康是你这辈子 第一个要灵的人 那你就应该要来点这个 那个手灯 因为他会连点两天 然后他一定是 老母娘的灵气降下了第一盏灯 所以他非常的殊胜 所以刚那个 有人传来来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报名再加远距 同步向老母娘 会像以前一样 收到同步的流程表吗 今年没有公告 但是如果有报名远距的 离拜六跟离拜天 如果你加比较远 那你报名远距 但是你想要同步祈福的人 那那个功德 那个力量会更殊胜 像历年来很多走灵修的人 他是在家里 同步进行祈福 然后灵动的 那他们的感应非常非常强 在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部落格 很多很多人的回馈 都要说在家灵动 比在外面会你灵动感应力更强 那他们都可以接到老母娘的灵气 所以方瑶 如果你有在家要祈福的话 你就传来给苏先生说 你想要有远距离的同步的流程表 那苏先生他就会传给你 或者是他会传电子档给你 这应存也可以 所以现场已经65位 如果你们有人是远距的 记得要赶快传给苏先生说 你要流程表 那如果你没有 就是现场的灵修学员帮你点灯 那如果有 那我们可以同步告诉你说 我们现场的进行到哪里 你可以同步一起做 我要看看 原神书型 原神书型 他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一定有几个要件 原神书型的人呢 就是他在灵动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寥寥分明的 光看灵动就知道了 那原神书型他有几个 我看我的观察是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他在写天文 或是在讲灵动的时候 他寥寥分明 他知道我在写什么 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这个就是原神书型 第一个很明显的要领 就是那个条件 那第二个就是 他在跟人家会领的时候 你无知调给人看 我无知调给你看 我不知道有人听不懂台语吗 就是如果你是走灵修 你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说 有人说 你无知调给人看起来吗 其实那个看起来就是 他的灵力够 他的原神觉醒度够高 原神觉醒度够高的人 才有办法把别人的原神 把他带起来 那原神书型度不高的人 你就是只能让别人带而已 所以像我在我的第一本书 跟第二本书当中 我就讲过一句话就是 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不是老师 就是 我一直说我不是老师 就是说 如果我的灵修学员 他们在跟我连动的时候 他有办法引导我 那代表是我的精进心不够 那他就是我的老师 所以灵修 每个人都是老师 每个人都是学员 没有谁高谁低 包含我自己也是 那所以我今天如果 在跟某一个人会领 我可能在跟任何人会领 如果我没有灵修学员 就说我没办法引导你东西 那代表什么 就是我已经退步了 或是我的精进心不够 或是我的原神书型度不够 那如果我灵修学员 那代表是我的原神已经书型了 所以怎么去判断这个人 他的原神有没有书型 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他们两个赛惠灵 看谁叫谁书型 如果A跟B完全都没有互动 那代表是这两个原神都没有书型 A有办法把B看起来 而且看起来叫他灵动 驯体 叫他接灵器 那告诉他什么东西 那这个人的原神书型度一定是够高的 而且可以告诉你转世轮回 这个A可以告诉B说 你的主神是谁 或是你的灵脉是什么 他都可以讲出这些事情了 那么这个人的原神觉醒度一定是够高的 他一定是有办法书型的 这样有回答到一些有人问题 就是原神书型 他的意涵是什么 他就是这个 那原神书型的人 他的个性会有180度的大改变 他会变得非常有自信 果断 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然后他不会为了小事情动怒 让他做事情非常的勇猛 然后呢 他不会到处求神问谱 然后他一定所遇到所有事情的时候 一定是请示他的主神 或者是他一定遇到所有事情 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心 他的根性一定是非常的勇猛 为什么 因为原神书型 代表是他的原神跟他的灵魂 很密集的连接在一起 两个力量连接在一起的人 他的心一定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在走灵修的人 你一直都没有感应 你的原神一直都觉得说好像 没办法苏醒的话 我建议你应该去点的是灵气灯 因为原神苏醒跟灵气是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灵气就是你自己的气啊 如果中脉不通气上不来 你的没办法接到神明的灵气 你的原神没办法苏醒 你的原神没办法苏醒 你就不可能知道你的灵脉是什么 那相对的如果你的感知度非常低 你对于灵气这个部分 你都没有感觉 有人灵动哦 我看过很多人 他明明在灵动哦 他不知道气在哪里 他不知道 气在胸部啊 在胸口啊 或是在转 所有的无心宝都要现前在眼前的 他都感应不到 那请你去点感应灯吧 因为这个都是很基本的 他有有顺序的 所以如果你在走灵修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主神是谁 你不知道你的灵脉是什么 然后你都不清楚说 你的灵修到底在动什么 那请你一定要先点灵气 或者是先点感应灯 因为这是走灵修的非常非常基本的哦 好 微说人常常在彷徨的时候 想依赖神佛的力量 真的可以依靠吗 还是应该先强壮自己的心灵 人在无助的时候想依靠神明的力量 是真的可以依靠吗 那这个回过头就是 当你没有在彷徨无助的时候 你怎么去修持先佛的力量 这个问题我可能回答比较直接啦 就是说 我今天在平安顺遂时候 我怎么过生活 那当我生命遇到低落 那我要拿什么来安身立命呢 其实就看你平常的修持 你不可能平常的时候 就是都没有修持 也都没有任何的精进 也没有在修持任何一尊先佛的精神力量 但是当你在彷徨无助的时候 你想要邋遢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就好像我在教导正念的时候 我以前在教导打坐的时候 我有讲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 你不可能在溺水的时候 才开始学游泳嘛 那你也不可能说 好像突然没有钱的时候 才想到银行里面根本就没有存款 那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你希望在彷徨无助的时候 可以得到神明给你的力量 那么你平常的时候 就应该先修持神明 的精神信仰 那如果你平常都没有修持 那我相信你在彷徨无助的时候 能够给你的力量 是比较少的 是比较少的 所以那就先 大家可以思考看你平常在 靠什么在修持 那如果说你平常就是很精进在修持 那我相信在你 低落的时候 就是生命落限的时候 对你帮助性是非常大的 好有人传来来问 就是说 早上有一场就是不对外开放的 那会做什么事情 早上有一场就是不对开放 就是我要进坛 就是我要进化 设结界界 然后我要提醒 然后我要提醒无几老母的灵气降下来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 就是第一就是旁边如果有人 其实会影响到我 我没有很专心把它借下来 那之前有今年有参加过 瑶瓷金母开光今生的人 应该像小玉啊 还有一些人 你们都有看到了 其实他就很冗长 是非常非常冗长 不是只是念念经 就是我要把母的灵气降下来 那需要很长 要花很长时间 那不开放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有些人我真的不认识你 但是有很多人是跑公毯的 他只是来凑热闹 那他来想来学东西 那你的这种心态会影响到我 就是先扎人等太多了 我觉得我没办法先静下来 因为把母娘的灵气 接下来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专注力还非常非常强 因为五个人他们点的是等手 那我要把灵气接下来 其实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 那这个不是只是 那没灵动 然后讲灵语就有办法的 需要很大的定力跟专注力 所以不断开放是这个样子 那再一个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灵机把灵气接下来 其实不是我开创的 在很早期很早期的三峡 里面他们就有提到 如果有看过我的 我在人间的灵修迷藏 那本书里面就有提到 就说 以前的灵机因为日剧时代 还有国民党时代 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聚众 所以他们必须要 就是在身上当中休息 那么在身上当中休息的时候 必须透过转元神 接灵气点地脉 那这个功法其实在书当中 其实都有提到 这是灵机的一个很基本的 那因为这种接灵气点地脉 后来被谣传变成是接灵脉 就是点灵认主 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就是说其实一开始 灵机的创始人 就是在日剧时代 大概已经八十几年前 他们在接灵气点地脉 是为了修行 不是在所谓的接主神 接无心宝 不是这个的 所以 一个人当一个人 他元神苏醒的时候 他是有办法在家里接灵气 然后在家里灵动的 像我自己我是很少很少 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灵动了 所以我都是在家里 接母娘灵气灵动 那 这个是很基本的 所以无极 所以姚慈金母的灵修派的参宇 几乎都是要接神明的灵气 把他接下来 然后再办这些仪式的 所以我遇过很多的人 我可能不认识 但是他们来参加参宇的时候 就是一直哭 或是一进门的时候 一直灵动 或者是他一进门的时候 就一直觉得灵动感非常大 我甚至有遇过 有些人告诉我说 他在一楼的 因为我的教室在九楼 他在一楼的时候 就灵动感非常强大 他站不住的 因为那个是灵气 是直接接下来的 所以这是灵修场 跟一般的祝寿菜 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是早上场没有开放 的原因是这样子 真文语 你说可以点两种灵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这是无极老母娘指示的 她说 因为多选 代表是你不认识你自己 如果有所限制 那么你才能够 寥寥分明 看见你自己的心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五盏灯 你每个灯 我都想点 那么代表是 你其实你不是很清楚 知道你到底想要是什么 你不清楚什么东西 是你真正想精进的 套一句瑜伽的术语 就是你把你的力量分散了 那如果说 这五盏灯你只选一种 那代表是 这个灯 这个 你给自己 发一个愿 我一定要让自己积累我的福报 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续命 我能够让我自己健康 你的力量是非常的有 是非常集中的 那么你的心愿就会达成 所以这是无极老母娘讲的 就是一个人只能点一盏灯 当然我如果从 站在世我想要能够 让我的教室能够赶快 出来的话 就是要有钱 要有一个好的教室 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可以重复点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但是我说这次老母娘讲的 只是她说不行 她一个人只能点一盏灯 对我想讲一下 就是 今年的无极老母 有特别指示 今年来参加参与的人 你不需要带贡品 你不需要带花 你只要点灯 然后带了一颗很虔诚的心就来了 就是带一颗很虔诚的心来 那你来到现场 你只要去登记 不管你是现场点灯 或是已经报名 就登记完 那你就点完灯之后 那你就现场就静坐就好了 你可以看你想打坐都没有关系 你看做多久都没有关系 那母娘说 打坐 因缘要成熟 必须要一颗无欲的心 心如果混乱 心不安 它是没有办法 有因缘可以衔接的 那不管是点续命 灵气 灵脉灵感 或是福报 它需要一颗无私的心 所以你来的时候千万不要 在那边灵动 或是那边就是哭哭啼啼 或是那边想要我要母娘借什么灵气 不需要 你只要把心静下来 静坐 那如果有打坐的疑问 当然可以问现场的工作人员 那你就静静的做就好了 那母娘说 因缘它可能没办法当下成熟 但是有一天它一定会成熟 这是母娘讲的 那第二个 在第二天的下午 那因为第二天的下午 我们要收场 那我有在想说 我第二天的下午 应该会在现场 那会教导灵修学员训体跟灵动 然后教导灵修一些技巧 因为我觉得在现场 灵动是接母娘的灵气 饶母娘的灵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法 如果有办法接到的话 那因为 连续两天中场没办法休息 所以已经知道最后天 大家都已经回去了 那我们就趁一点点空档 来教 就是大家来灵动 然后大家训题 然后请示老母娘 所以如果说 有来参加的灵修学员 当工作的人 可能第二天你们可以留下来 我第二天的下午 我会做磁心关回向 跟总回向的时候 会教你们灵修的事情 我们又该抱着什么心态 才能够帮助到家人呢 心态就是你先对自己好 就是你先对自己好 你如果你想让家人身体健康 那先想想你自己有先让自己健康吗 你心健康了 你心很有力量了 你再帮家人点 因为每个人有他的姻缘 就像我自己 我有我的家人 但是其实我对我家人的帮助性 其实没有很大 我真的没有很大 但是我只能说 我没有帮我家人造恶业 我也没有让我家人感觉到难堪 我所做没事 也没有造成我家的困扰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报了 所以你说问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觉得第一就是 你先让自己身体好 这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就是 你所发的心是向善的吗 最后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执着 让家里更好 这是这个心不要 因为执着本身就是不善心的 执着本身就是不善心 比如说 我想让我的家人身体健康 我点了训命灯 那我用一颗无私的心 我希望他能够在未来之际 能够找到属于他 安生立命的方法 你就点这个灯 这样就好了 至于他身体健不健康 是否他未来能够 找到属于他的 好的养生方法 这是他的因缘了 所以平常心就可以了 那在1月23号 我请我的指导教授 廖俊老师来讲 艾草气跟自修的方法 那这一场是我跟他一起搭配 来讲 就是我们两个有些很精彩的互动 那我觉得来听这场的人一定会非常的值得 然后就是 讲这些观念 就是大家怎么自修 点香或点艾草 这个跟我们修行有什么关系 练气有什么关系 那廖师有自己的修行的方法 那这个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系 那一部分因为他是我指导教授 所以我一定要在场 那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 这个跟自修有很大关系 所以1月23号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 赶快来报名 因为现在已经30个人 35了吧 30已经快报了 其实我看过很多很多人在走林修 那很多人跟我说 余瑟我想跟你一样 但是我想讲就是 灵修没有人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姻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 所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讲的是 灵修他要精进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请你一定要找到好的老师 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因为灵修没有老师 不可能精进的 那灵修跟瑜伽 跟气功跟养生都一样 就是没有老师独处你 是没办法精进的 那一个老师他一定会独处你的生活 你的品性 其实老师讲 我觉得修行事情很苦的 一定要找一个好的老师 那第二就是 真的不要以为在家里自修 在家里灵动 就能够找出什么样的方法 我跟你讲 真的很难很难 你如果没有共修 没有在一个道场当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 老师讲 你是没有办法摸出个所以然 所以我觉得 要于好老师 在一个团体也蛮重要的 那之前我在我的共修当中有讲过 如果你没有团体 那你要有常常的共修 不管在佛教 或者是共修很重要 因为共修可以把你心更精进的拉在一起 那这个是两个 那第三个就是 你对于身体的安身立命 这个你一定要很清楚 不管是炼瑜伽 灵动 都跟身体有很大关系 如果你对气脉 对呼吸法都不了解 那你的离修 最后只变成是民间信仰而已 就是接典灵认主 然后小元清债主 就是你只能谈论这些的论点 你没办法再谈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对离修有興趣 你对身体的部分 你一定要有很大的抉择 一些很大的毅力 因为灵修最后一定会牵涉到你的身体部分 那至于你的主神 最后再一个部分就是你灵动 你灵动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走灵修超过三年了 目前有70人在听 如果你灵动已经超过三年了 但是你的灵动依然的 不知道你的主神是谁 不知道你的元神是什么 不知道你的灵脉是什么 透过自己了了分明 不是去问你老师 你在灵动 你都没有办法看到 你都不知道 那么大部分是你的灵修 是不精进的 那所以请你在灵修上 一定要更加精进 就是这样子 所以灵修没有什么要理 就是第一一定要老师 第二一定要共修 不要相信自己 在家里能够闭魔棒 灵修在家里 弓箭革力是闭魔棒 因为真的没办法 因为太多太多问题了 那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对老母娘 武器老母娘点灯 有了任何的疑问的话 可以赶快跟孙女生联络 那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可以来到现场 的话是最好 你可以在这边打坐 因为老母娘他有讲一句话 那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每个人 当成今天的最后的ending 就是老母娘说 老母娘说 他们来了 我可以看看你们 我可以知道你们好不好 这是我可以照顾你们的地方 这是老母娘讲的 就是我只想要看看你们的而已 这是老母娘讲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时间 可以来打坐 也不错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